近世新大學的中文系研擬停招之後 真理大學的台灣文學系近期也研議要停招 根據教育部的統計 藝術以及人文領域的科技所 從109學年度開始已經有45個系所停招 專家現在就擔心了 未來可能只剩下國立大學有能力開設文組的學系 也認為中文對傳統文化的價值真的蠻重要的 應該被政策性的保護 就在世新大學中文系研理在114學年停招後 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也正討論去留 真理大學台文系成立於1997年 是全台第一個台文系所 如今校方證實有在研議是否要停招 小子花浪潮下人文科系生存不易 教育部統計從109學年開始 已經有45個藝術級人文領域科系停招 看在專家眼裡很憂心 面對衝擊不少私立大學文科學系近年也開始嘗試轉型 像是原製大學將數位城市列為全校大一必修 輔大中文系也開設選修課程教程式語言 運用AI協助研究和行政工作 怎麼樣去把中文系台文系或者英文系 透過目前比較熱門的一個應用的發展方向 針對課程的設計當然不能一成不變 其他中文系教授則認為現在台灣風氣重理科欽人文 教學政策已經失衡 國家政策當中沒有做很好的調配跟調控 造成那種殘銷失衡的一個情況之下 應該是以國家的高度來為這部分做一些的規劃跟安排 少子化是固然趨勢 但如何保留人文科系提升文科生競爭力 也成為校方和政府的一大難題 請說黃捷黃什麼的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